在巴黎这座浪漫与古典交织的城市深处 有一座承载着百年风霜与荣耀的体育殿堂 伊夫迪玛努阿尔体育场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巴黎西北方的伊夫迪玛努阿尔体育场 从1924年首次迎来奥运盛世 到2024年再度聚焦全球的目光 这座古老的体育场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沧桑 向世人讲述着奥林匹克精神的传奇故事 1924年恰逢巴黎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彼时的伊夫迪玛努阿尔体育场作为主会场 承办了开幕仪式以及多项重要比赛 包括田径 足球 体操和马术等项目 如今这座体育场将成为本届奥运会曲棍球的比赛场地 再次展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迎接此次的巴黎奥运会 时隔百年 伊夫迪玛努阿尔体育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和现代化改造 设计师们在保留体育场原有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引入了许多现代科技和环保设计理念 体育场的整个框架使用了超过2700立方米的木材 屋顶不仅可以过滤光线 还能收集雨水 并通过4600多平方米的光伏板转化太阳能 这些设计使得场馆在保持历史特色的同时 也达到了节能环保的现代标准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伊夫迪玛努阿尔体育场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这里将成为法国曲棍球协会的所在地 设有两片专业球场 一片用于举办赛事 另一片则作为法国国家队的训练中心 而这座传承奥林匹克精神的世纪体育场 也将继续它的传奇